大家看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连医生都吓一跳 嘖嘖称奇 新竹县有一位百岁人瑞阿嬷 她带假牙呢 带了二十几年了 结果最近呢 这个过去的两个月 弟弟在话说 哎 我嘴气疼啊 我嘴气疼啊 各位 哎 怎么搞的 长了一颗新牙出来了 结果去给医生检查 医生是吓了一跳 然后呢 他想说不对 应该是断掉了牙齿的残根 都被牙龈盖住了 那现在年纪大了 他的牙龈就萎缩 然后残根冒出头这个关系 而且想说是不是要应该把它拔掉 但是呢 阿嬷说 我这是真的咧 真的是牙齿 不愿意拔掉 还可以拿去啃拔腊呢 阿嬷笑开了 因为她活到百岁 最近竟然 突然 长出新牙 夹牙拿掉 还是能开心的啃拔腊 阿嬷对这颗牙齿满意极了 阿嬷 现在我长一颗牙齿 吃东西很好 他讲很高兴 吃什么东西就可以 这位住在竹东的百岁仁瑞叶古顺 这两年男老是喊牙痛 没想到疼痛的下牌全齿部位 竟冒出这个0.7公分左右的新牙 昨天我去 医生讲 没有啦 那那么老 我没有听过长牙齿 不用啦 牙医检查后研判 阿嬷的新牙应该是断掉牙齿的残根 经阿嬷拔除或磨瓶 不过阿嬷不听劝 带了20多年假牙的阿嬷 还是坚持这颗牙 喜剂呢 周日新闻和孟千里玉姿 新竹采访报道